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神早新聞報傳 希哥,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2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最低氣溫約13度 新界會再低幾度 天氣寒冷 不過日間大致天晴 最高氣溫上升到18度 吹和喚的北至東北風 初時風勢間中清淨 周末期間大致天晴 氣溫會逐步回升至20至20度 但留意日夜溫差較大 一天經歷很寒冷 又到很熱的下午 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暫時間有陽光 嗯,今天的新聞很誇張 增8798宗確診 單日死了50人 地鐵那邊已經累計 單日新增接近100宗 香港超過500人染疫 香港的大廈 去到4700棟疫下 香港總共新增至 84046宗確診 初步確診打去 是有萬多的數字 總之超過一萬,好像一萬七 一萬七 我都忘記了馬克 唉,真誇張 連聶德權 我看到Facebook 跟人說一起接種疫苗 他老婆也確診 聶德權是高官 昨天也是疫苗通行證的首日 所以看到市民說 莫視 跟大家跟進回 唉,昨天的新聞又誇張 越來越誇張 日日新鮮 日日金 好了,很嚴重 那 有人發瘟疫財 看到長沙灣藥房 必利痛 32粒 知不知多少錢 之前 之前最多四五十元 差不多一塊水內 四五十元那些應該就 少些 還是我都不清楚 但現在32粒 賣1898元 抬高價是超過一倍 街坊說貴到瘋 發瘟疫財 抬高價逃利 甚麼都炒 炒那些蓮花清溫膠囊 還炒了必利通 32元 台價1898元 有些街坊說 這個藥房出名是黑店 他在長沙灣那裡 但他沒有說哪一間 真的離譜 他說 平時賣66元的 雙風感冒強烈熱飲十包 都賣到128元 我想這個屈人指查 就是43元 一盒有五包 哦 那你一倍 隨便吧 總之現在貴 甚麼貴都貴 很誇張 突然間殺出一個消息 嚇一嚇我 機管局宣佈 2月24日開始 就說 是 入機場要接種疫苗 嘩 我心想 嘩 打針才能走 你以為是 怎知又不是 原來 除非 你有有效機票登機證 有效 旅行證件 真正來講 轉機或過境的旅客 或者符合香港政府的 疫苗通行證 相關條例所在的例外情況人士 譬如你有疫苗豁免 其餘的送機 最少要打一劑 新冠疫苗 就是 昨天 昨天 2月24日起 12歲以上的人 最少要打一劑 4月30日 就是兩劑 6月30日 嘩 就說到 如果打第二劑 戒滿九個月 就要打第三劑 才讓你到機場送機 開始嚇一嚇我 不是吧 不打針 不給酒 不是那麼嚴重 又不是 很誇張 今天講過確診 八千七百九十八人 他那個呢 情報個案 何謂情報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的初陽 初步確診 他現在叫做情報個案 先脫掉確診初陽的字 有一個新的叫法 情報個案 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九宗 自己驗驗到有 一萬七宗 哇 那你 不知道你能否檢測 其實你現在八萬四千多 計算這個 計算這個 一七二六九 就算有些是 流肥肥的 我計算你有少少 因為你已經是八萬四 其實準確來計算 香港已經超過一十萬人確診 你只是驗不及 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對的 這件事 就是那些數字 會這樣複檢 然後計算下去 你估計超過一十萬 香港 那他就是 很糟糕的 八千多宗裡面 就有四千二百十二宗 就是醫管 醫院管理局那裡 直接確診 另外四千五百八十六宗 就是衛生署化驗 什麼叫直接確診 真的不知道 那麼 十九宗是Delta 哇 Delta還在 四千四百三十七宗 就是Omicron 怕Delta多一點 他有個重症 那麼 那麼 這裡就大糟糕了 是不是 那麼 待會再跟大家分析 啊 聶德權的妻子也確診 好厲害 我不是說什麼 我不是說他確診好厲害 我不是說他確診好厲害 我說那些官好厲害 很多官的身邊很多人都確診 是那些官沒事 葉劉沒事 鄧炳強沒事 林鄭沒事 李家超沒事 聶德權都沒事 都是陰性在家裡工作 全部都密切接觸者 是不是 那些老婆啊 司機啊 工人啊 很密切接觸 老婆那些 尤其是 親一下也會吧 希哥突破盲腸 一把年紀 我覺得 對 有些到不上一年紀 那個關係好像是 家人親人多過 很親密的 有些還分床睡 分房睡 喂 分房睡也是這樣說 家人都含家確診 我的朋友含家確診 是 那些官務前 他們這樣有錢 可能有套房 百毒不侵 那些官員厲害 福大命大 沒事的 他們做過 那個 深喉退役 那個化驗結果 是陰性的 嗯 但是老婆說 是陽性的 是確診的 真是 真是 不知為何 這個廣鐵 再多107個員工 還有外判工 就是初步確診 累計 就是 超過500人 厭疫 真的 誇張 好啦 大家坐車小心 沒有 戴多個罩 可以嗎 不知道 應該很多人 可能在地鐵中 都沒有 現在都見多了 有人戴那些 整塊罩 透明那些 會呀 會呀 但你那個病毒 是周圍 無孔不入 真的 很嚴重 自己小心 你上班時間 哎呀 梳極 小極 出街都是有人的 是不是 物質質 我覺得 你在地鐵就沒有安心出行 我覺得很多在地鐵中 基本上 你想想 而且 地鐵的員工 因為我有朋友做地鐵 其實他是 他不用接觸人 他做工程師 他晚上凌晨 去檢測那些隧道 他跟我說 他說 基本上地鐵員工 都要打針 打針 所以 牙醫 再多四間診所 有員工確診 檢測陽性 要關閉消毒 嘩 嘩 牙醫是超高風險的工作 在疫症初期 我們去洗牙 他已經不接新症 要看過他才接 嗯 看到 醫院 伊麗莎白醫院 以及廣華醫院 急症室 是被迫爆了 那 很誇張 其實 入得急症室 都是 唉 大禍急症 但是 嘩 最快的那間就是長洲 一個小時 其餘 北區也要三個小時 威爾斯就是三個小時 沒什麼事 但是 很多私家醫院也不接收 對 是啊 勒敦治那些去到八個小時 其實我看到 立眼 東區反而好像少了 嘩 入長洲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即是入長洲再去急症 嘩 這樣想都可以 有什麼事 就野生成全 沒有啦 如果不是太過重症 他們都是不建議你入急症室的 對 醫管局那邊說 如果你不是重症的話 你不要打電話 叫白車那些 有人叫白車 八個小時才到 八個小時 那八個小時 沒有事 沒有生命危險的 就 可能 對 有時候 很多人 怕過頭 濫用 會啊 會有這樣的情況 看到 香港 澳門那邊 有個 數字顯示 就說 喂 香港人過來 有疫苗 要打針才能夠過 是啊 陽性的比率去到2.6% 100個裡面可能有3個 接近 你不要這樣輸入 現在呢 你進來 澳門怎麼招呼你呢 只限 入住金寶萊酒店 隔離 進來 澳門你也要隔離 對不對 人家守得很好啊 沒有啊 你轉個頭 你這樣進去進去 都 KO了 對不對 你一定是這樣 到處走 那麼 很多故事跟大家說 今天晚一點和OK仔 他 有些 忠誠藥啊 那些什麼 政器院那些 給那些 第一批的 那些忠誠藥 首階段 又被那些竹高灣隔離人士奉用 是吧 之前又說沒有料到 又成成的 那些西醫啊 現在沒有啊 拿了一些藥下來 難道不用啊 那晚一點還有故事說 對了 那看到呢 其實疫情方面 之前有個小孩 送了進醫院的 四歲的小孩 發燒抽筋 原來是陽性的 暈了 有些還 是啊 那看到很多都是 大件事 對不對 那真是 幸好他現在情況是穩定的 幸好 幸好 是 那再說 那 跟初步確診個案有關聯 土國人街市 關閉到週六才重開的 其實 周圍都是 其實 周圍都是 上水都有 說是 爆得很厲害 有些朋友中了 然後 那個安心出行 叫他強檢 我想都真的要強檢 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 另外呢 就要說一說 昨天就叫首日 這個是 疫苗通行證 實施了 商場呢 出入口呢 就貼這個二維碼 打工仔呢 就趕上班 直行直過 有些 哇 就是想著是 過大堆 他想著 唉 快嘛 那些記者衝去 說 喂 訪問他 訪問他 他不動了 就訪問他 不要搞我 趕時間 免得被你拍照 被人拘捕 是不是 發錢 就大機會 馬上走 但是真的有人 是不跟觸規矩的 他這個 政府那邊 說要有些人自律 有些人是穿到 衰仔樂園 這樣 包證露出口罩 這樣出來 有眼 有缺口 是啊 沒有啊 有些人又害怕又惹惹 所以就 搞得 古靈精怪 就是這樣搞得 甚至看到 在將軍澳的 那個 Potcoin那裡 放的那些QR Code 好像別人練把牆 四個唯一 一個 靶陣 是吧 很過癮的 周圍都有 那 說到 元朗 說在550棟大廈 有人染疫 已經 很誇張 因為現在 說的是 嘩 嘩 為什麼那些數字不同 我剛才看一萬七千多 現在七千多 那個情報個案 是不是 剛才看到一萬七千多 很古怪的 每個新聞都不同 我看那個 頭條日報 和香港01 都有些不同 不知道 可能先後次序 那些數字有些不同 和我檢查一下 他 看到 18區當中 元朗550棟大廈 有人中招 18區 清冠 鬥威 家湖山莊 過去14天內 就有28棟大廈 有人確診 超誇張 因為全香港有4700棟大廈上榜 周圍都有 我 說實話 現在喉嚨也有點痛 我轉頭 我吸了萬金油 沒有辦法 其實周圍都是病毒 其實基本上 看到 網上還有一張超大型的QR Code 稍後 稍後 看看有沒有位子 跟大家詳細研究一下 疫苗通行證 首日 另外又要說 在竹高灣 有人 示威出來 不滿 遲遲 沒有離營的時間 竹高灣16人 集體走出空地抗議 所以又說 昨天看那個 東張西亡 有些人說 整個月都沒有安排離開 很過癮 原因 那些護士說出來 他說是這樣的 你來到的時候 有些人 就不可以走樓梯 接著呢 又換房 換了房之後 你的登記跟他的醫館的登記又不一樣 概念就是 你叫了食物 然後你自己調桌 那些食物送錯去其他地方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那你那個記錄 人家不記得 直接沒有了你 那樣東西 沒有了你 不記得了你 為什麼有人在這裡住了一個月 在竹高灣 這樣 對 有些人就不滿安排 各樣安排 走出來抗議 那些警察又真的 真的調停 沒有人被拘捕 那 真是 老實說 看你很幸運 十六個人 懂得走懂得走 在竹高灣被困住了 但是 這些算是輕症 現在香港市面來說 只是居家隔離而已 那他們 真的 困到 很慘 另外看到 工聯會前區議員 劉桂庸 快速測試 一程初步確診 居家隔離 還有 上水才麻煩 上水天平村天喜樓 完成了遺風 發現九十五宗初陽 十宗不確定的個案 嗯 真是誇張 但是 有些人去到訪 八百二十戶裡面 有三十戶沒有應門 不知道是否剛巧不在這裏 市面上都 周圍都是這樣 我很想講其他新聞給你聽 但是我手上的資料都是差不多 這些差不多的東西 跨境司機那裏多了二十三個人 確診累計跨境司機的一百七十人 深圳 再增二十七宗 由香港輸入的個案 你說 是不是 香港的疫情真的相當嚴峻 但是 你知道 這裏要講一點點 本來是世界新聞才講 我們這些冷醒豬頭餅 告訴你 喂 現在普京打烏克蘭 你跟習大人很熟 普京 你現在要參與誰 人家制裁我 俄羅斯股市直插水 我們這裏 我們這裏孫子病了 我們這裏很病 這裏 你先誤誤 我現在死了 我現在死了 我現在看一看世界局勢來講 香港可能有長時間病 也不頂 很咳 對 好像是一個優勢來的 分身不下 遲些追捕 遲些 我們很忙很忙 我看到有這樣的國家任務 就死 和平好 真是的 和氣生財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住 或者不要搞 最好不要搞 打仗也不要搞 昨天有人說我支持俄羅斯 你都瘋了 世界和平永遠是做的 當然 我昨天說世界新聞 我第一個罵拜登這裏粉刺 撤軍 沒有口齒 矇人 這裏那裏都敢死 我支持俄羅斯 我叫他投降 不要作無謂的生靈塗炭 你不能打 人家都不是打你 人家是炸你 你這邊好 孫子病了 先照顧一下 你聽不懂我說什麼 其實我們有這樣的情況 世界的局勢 一天有九萬人打針 嘩 真是誇張誇張 那 又要講一講 其實就 有別的新聞講 那 不如先說這件事 城大那邊 他研究 這裏是罵的 講完這件事 我講其實新聞給你聽 城大研究 發病後 首日 如果處於一個溫度和高濕度的環境 可以降低死亡率 患者 適宜保暖和保濕 我真的 我不用你城大研究 我不是說你城大 這是common sense 你傷風感冒 我扔你出街吹風 嚴寒 外面空氣又乾燥 那你就乾咳咳死 我有個親戚的親戚 他那時候怎樣死 沒有疫症 他就乾咳咳死 咳多兩咳 有些人五十多歲 吃肥豬肉 吃煙 喝酒 那些血管脆弱 咳到血管包血管 那其實基本上 在2003年沙士的時候 鍾南山都推病人去焗桑拿 焗好 溫度高 有濕度高的情況 那桑拿就封了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療 我告訴你 可以的 如果不是為何秋冬會流感重症 春秋 可能氣溫各樣 為什麼夏天會是 什麼 因為氣溫 那些菌其實很容易遮 那你 成大研究了出去 但是我們之前看到 天氣很冷 老實說 你現在單日五十個死亡個案 你那天那些人 這樣動完之後 會不會嚴重了 病到幾次不重 還催放 這個是common sense 不用什麼研究 正常人 有病 躲回家裡 保暖 喝滾水 多喝點水 這個是很common 這個是 唉 真是慘 所以人有三衰六亡 好 講其他新聞 你先聽聽 想不到 商台 人家有時候說 聽我說要聽電台 903如果說顏色 真的很旺 晴朗一天出發 被人投訴獄警 你想想是不是獄警 我讀新聞給你聽 他原來當時是2020年 那時候也要追溯 這件事 兩年前也要說 他呢 這樣說的 裡面的主持說了一句 一句死黑警 就要晚八朝七宵禁 不准離港 如果加多一句 死全家 是不是即時還押幾個月 先後再審呢 如果是這樣 直接問候他們娘 簡單得多 這樣 他這樣說 當時 然後當然被人警告 因為這件事 就說 可能內容是 一中有關公眾地方內作出 擾亂秩序行為的法庭案件 提及到這樣 違反了電台節目守則的規定 那我 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當時風頭火勢各樣 不過 很難說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想法 我們盡量就 不要拘捕仇恨 我主要來說 這樣簡單 這些就和大家講一講 另外ViuTV 都被通訊事務管理局 警告 為什麼呢 ViuTV 之前賭命夫妻 就是上年10月11至15日 那五集 充斥著成人內容 對婚外情 或 隨意關係的深入討論 引起觀眾的反感 不適合是家長指引的節目 內播出 應該他覺得是M 成人 所以 所以 有個這樣的問題 做電視也很難做 對吧 做生意也很難做 國安捉了兩個女負責人 這個茶品店 因為涉及 呼籲不要打疫苗 以及拒絕用安心出行 就是24日 就是昨天 根據香港法例 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9和第10條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拘捕了兩個人 消息指 被捕兩個人分別是21歲和24歲的本地女孩 在旺角 一間茶品店的負責人 據知兩個人涉嫌在這個社交平台發佈多篇帶煽動性的文章 當中包括公然發表言論煽惑他人違反防疫規例 包括呼籲市民不要接種疫苗 他要安心出行 上載或出示疫苗的接種紀錄 上載或出示疫苗接種紀錄 他不明白這句 上載或出示疫苗接種紀錄 為什麼會是一個問題 可能他打得不清楚 他就說不要接受病毒檢測等 這樣就不行 自己也要檢驗吧 為己為人各樣 其中更加捏造陰謀論 指政府加強防疫措施的目的 是為了報復香港人 嘩 這個更加是 沒辦法 現在他有國安在這裡 很多話真的不能亂說 所以我們看到新聞有什麼 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們就在上面加一些討論 不適宜討論的也不討論 兩個小妹妹可能年紀比較輕一些 現在國安根據法庭手令 搜查兩位在旺角的一間飲品店 檢取了一批涉嫌 就是與案件有關的物品 包括煽動仇恨 煽惑他人違反防疫條例的宣傳海報 以及用作發布煽動意圖的訊息 和電子通訊工具 兩個人被通宵扣查 預計2月25日會帶到法院提堂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提醒市民作出煽動意圖的作為 是屬嚴重罪行的 一經定罪可以被判處監禁兩年 市民無必認清事實 不要失實和歪曲的資訊煽動 大家自己小心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我自己的視頻 先聽一聽 好運氣 其實是很難說的 我的忠性也未必跟他的忠性 我自己現在都有點懶惰 不過我都盡量這樣說 疫苗那些 你身體 看你適不適合打 最重要是驗身 我也是這樣說 我兩個主持 我和OK仔 OK仔都打了三針 我自己身體有很多問題 另外 你說安心出行的 由他第一天開始 我叫人用 不用被捕到 罰你錢 我們說新聞那裡 很多錢 罰 我們一見到市民 在疫苗通行證裡面 真的 有些人趕著上班 借衣服 不做 有時候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的錢包 有些市民也是這樣說的 好笑 昨天看東張西網 姐姐出來說 我自出自入 然後說一說 覺得自己說錯 不可以這樣做人 這裏的手衛不心意 不敢這樣說 有時候 那些姐姐很聰明 很聰明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 現在看到 張超雄 營滿出獄 他就說 放了獄之後 更加明白和家人分開那種痛苦 他違反了立法會權力和特權條例 他當時就是 在主席台前高呼口號接近四十四分鐘 前年五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時候 引起了騷亂 哇 那 2月4日有一個妙視罪判了他 監禁三個星期 哇 這三個星期感觸良多 他昨天出獄 早上11點 穿著黑色的運動外套 手持個人物品 說出獄的時候很開心 可以回家了 他說 更加明白 坐牢和家人分開那種痛苦 勸大家 就是 其實我沒有勸大家 我看到這樣 我勸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犯法 但是有時候 法律的界線很模糊 很模糊 所以就 嗯 盡量 是的 你們是沒有什麼的 星斗市民 反而 都不是 都不是 你看到剛才說的兩個女生 你基本上不認識她 她基本上 但是她在Facebook發佈一些事情的時候 她說你煽動 但是 老實說 我在Facebook也看到很多這些事情 有時候 煽動也有講能力 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看 你說我不認識一個女生 但是有些女生不認識她 都可以有很多followers 對不對 所以 其實很多網台都 已經 有些離開了香港 有些都還在 但是那條界線 就要看得很清楚 是的 那 有時候的事情 不懂得說 所以 有時候 有人說 聽一下五仔 哇 你掛過台 現在說到中國新聞 整天 怎樣歌頌呢 中國的偉大 黨的偉大 我們這些是真心的 你明白吧 對不對 愛黨愛國愛中國 林鄭很熟 我整天都掛在口順邊 對不對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就是 愈發的一天 是不是 香港現在的情況 都相當之嚴重 那麼 我覺得 最重要的這個時勢 就是身體健康而已 那麼 如果你說打針可以防重症的 對某些人來說 這麼嚴重 對身體這麼破壞性的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對不對 現在也有通行證 到現在還未打的人 我覺得都是很厲害的 就是你要過很多關 你又要過到 做事的關 要過到你家人的關 家人很多人會 家人很多疫苗KOL 是不是 你又有些朋友 你的伴侶 沒錯 我上次吃東西 聽到有些教會的人 都會說 很多 就是你 那些人到現在這一刻 你都可以 你說還在說這件事情 那些人呢 其實他是很 對 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 兩邊都厲害 你說打了針 打了三針 那些都厲害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厲害 我覺得 萬事以和為歸 對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 美好的一天 謝謝希哥 拜拜